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中不同的故事 留下了七万道泪河 有其冲破老的梅 关注了七百年的青春 门上闪耀着旧日的荣华 堆积着旧日的烟尘 说出了七千个梦 说出了七万个情 说出无数无数孤独的灵魂 有一千古人远去 有一天繁环落尽 那其中古老的门 依旧傲人逐立 无欲像黄昏 说出了七千个梦 说出了七千个梦 说出了七万个情 说出无数无数孤独的灵魂 有一千古人远去 有一千古人远去 有一千繁环落尽 那几重古老的门 依旧傲人处理 有一千古人远去 有一千繁环落尽 又一千古人远去 有一千繁环落尽 是谁 是谁呀 邱阳 是卓邱阳 我和他满日大家 已经交往好几年了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不喜欢卓家 也不认为邱阳能配得上我 现在弄成这样 我说服你们的希望 更是微乎其微 可我还是要说 我只有跟邱阳在一起 才能得到幸福和快乐 我需要他 就像宣早需要阳光一样 如果我失去他 也会像宣早失去阳光一样的 枯为死亡的 你给我住口 这些个不知羞耻的话 是应该从一个名门归秀的嘴里说出来的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简直是无法相信 娘 奶奶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靖萱的真心跟决心 上回你们已经把他跟宇航送作堆 他曾经不惜以死明治 咱们都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对不对 怎么 你还帮他来威胁我 绝不是威胁 我和邱阳事业相守的决心 可以说是坚弱盘矢 我不瞒你们说吧 本来我们是要不顾一切私奔的 不信东窗事发 邱阳被他的家人拐了起来 我在叔叔无私底下 只有河畔多出 奶奶 娘 你们都是真心地很爱我的人 那么 求求你们给我一条活路吧 好好好 私情私奔啊 私定众事 我绕不了作家的人 快点 快点 大家都在大厅等着你们了 你还有脸看 把头部转回来 邱阳 真对不起 我把你们全家都拖下了水 可我不用选择 只有把咱们的事全都招认了 锦群 你敢不听我的话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苦心呢 不要说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得你走投无路 是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不听谁啊 咱们麻烦到了 你还无以乐意 我不怪你 我不怪你 我今天被打死你 这个不知手指的孩子 娘 鸡血 你这张的脸都照着你来丢尽啊 老奶奶 如果你要出气 你来打我 我站在这儿 你来打我 娘 我是要跟你算这个账 不,不 我跟你发誓 这件事我们也是前几天才发现的 一个家已经闹得是鸡肥狗跳了 瞧瞧,你也看得出来的 俏阳是挨了揍的 他让他爹跟他哥哥打得浑身细伤 差一点都要出人命了 不相信,你们看 看到了没 这一样,这一样 咱不是没有管教儿子的 娘,你不要这样吧 打了又怎么样 他是该打 我看你们一家子都该打 全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 咱们增加照顾你们老老小小的 让你们吃饱了喝足了 却是仰来恩将丑暴的 你们还算是人吗 这是什么话 难不成这些年咱们是白吃白喝了你们 咱们可都是流血流汗 用自己劳力挣来的 对 别把事情一股脑的静往咱们头上推啊 你们家靳轩小姐 刚才是怎么对邱阳的 这大伙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所以这件事呢 是一个巴掌开不响的 不是谁修谁就有理啊 你还敢教识我 我是实话实说 咱们这边至少是又关又打的 把人给管住了 可是靳轩却没人管啊 今天还跑到咱们家里来 说什么冥死也不嫁给顾家那位少爷 非跟咱们邱阳在一块不可 咱们骂他不走 撵他他也不肯走啊 你不要胡说了 靳轩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不了解我的女儿 她绝对有如此荒唐 你不要信口开河了 娘 人家没有信口开河 我的确是那个样子啊 可我不认为那是什么荒唐 我只是要证明我的一片真心 靳轩 你们都听见了 他自个儿都承认了 还有这个 这些都是靳轩写给我们邱阳的信 没我 没我 老爷 你是明白人 俗话说得好 男追女 阁重山 女追男 我怎么傻呀 够了 我们不是罪人 我们是一对相爱的恋人 请大家成全我们 请大家成全我们吧 成和其同 成和其同 快帮我拉开他们 拉开他们 拉开他们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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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给我住手 住手 你们听我说 我真不懂 你们只忙着交相指责 全力反对 可为什么要反对呢 他们男未婚女未嫁 彼此情投意合 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高兴 这完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错了 你们所谓的对 其实是一种鸡飞成事的观念 因为自古以来 男女从来就没有机会 自主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几千几百年下来 这个枷锁一代传一代 把每个人的手脚靠得死死的 连脑子也僵化了 不去想想这件事 咱们不是没有能力自主 而是传统说不可以 父母亲说不可以 身边周遭也没有人那么做 于是咱们就自己放弃了这个能力跟权力 心里面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 就不敢大声地说出来 不敢挺身反抗 直到身受其害了 你还是只敢放在心里面呐喊 压抑忍受这份痛苦 可是今天这两个年轻人 是这么勇敢地站了出来 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 为自己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觉得他们实在太可爱了 我为他们的勇气喝彩 你居然鼓励赞养他们这种无能力 我为他们的勇气喝彩 你居然鼓励赞养他们这种无能力 你长辈放浪行害的种种言行 显然你丝毫不宜赞家人自居 所以你完全不顾赞家的门风跟清玉 赞家出了这么个不争不节之女 你竟然还要为他们喝彩 我知道你要把那七道牌坊搬出来的 坦白说 我实在不认为他们是什么门风清玉 他们根本只是一个化石 是增加历代女性不幸跟悲哀的化石 我不希望静玉也变成其中之一 娘 娘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大不敬的话 在这节骨眼 你不放自家人还大放厥词 你真是太奇怪了你 我不奇怪 奇怪的是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有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合 然后祝贺他们 白手偕老 百年好合 我想请问你一下 这是凭什么呢 凭他们个人的运气吗 合得来 恶手称轻 合不来 自认倒霉 自认倒霉 他们不是你们最疼爱的子女吗 不是你们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拉巴大的吗 你们怎么忍得下心 拿他们的终身幸福 就堵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上 而不去相信一个他们已经爱上的人呢 既然已经相爱 我们却硬要把他们给拆散 让他们带着一颗不忠的心去男婚女嫁 那这是突然制造两桩不幸的婚姻 我们为什么 不去制造一个喜剧 而非要制造两个悲剧呢 是的 宇航哥完全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弟 娘 大哥 请你们帮助我们 支持我们 好 奶奶 大爹 大娘 请你个帝主臣介 亲啊 秋阳 好不好 休想 能拥有真介排放之家 就绝不许有私令终身之徒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绝不会让增加任何一个人败坏门风 令祖先蒙秀 奶奶 你不要这么食股不化了 你给我住口 咱家的事不要你管 奶奶 你好狠心啊 你好像讲了这么多话 你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好 那我也不跟你讲理了 你尽管去跟顾家订婚吧 到时候 你就是拿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也不会跟顾正风成亲的 犯了 犯了 一个个都犯了 你以为你正样子我就拿你没辙了 老姚 在 老夫人 你立刻给我跑趟警察厅 找到马警长就向他报个案 说咱们家逮到一个贼 卓秋阳 当成人账巨货 咱们要将他移送法办 他的家人再次哭闹不休 老家马警长来处理处理 你胡说八道 我根本就没有的事吧 怎么可以承认无来人呢 这简直太过分 太恰恶了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不要拦他 要是敢动我一根汗堡 我就叫他进监牢 跟他弟弟做伴儿去 不 不可以 不可以 你们太欺负人了 这 这 这 别拉他我 我就去跟他老太婆拼了 我就是要动他一动啊 大哥 不要为我冲动 就让他们叫警察来好了 我不怕 我光明磊落 何惧之忧 我就不相信执法之人 不问是非 不查事实的真相 不用怕 我替你们作证 宇航 宇航 要证人是不是 咱们增加上上下下二十几口 够不够够 宇航少爷 我拜托你别再搅局了好不好 你看看现在给秋阳惹的这个麻烦呢 你们先别慌了手脚 他们当然应该慌 马警长的父亲还得尊称我一身 世伯母呢 打从他坐上了警长的位置 举凡大宴小拙 咱们从没怠慢过他 过年过节的礼物红包 也从不短少他一份 养兵千日就用在一招啊 老幽 你还等什么 你不准去 奶奶 你不能这样 好 那你得答应我 跟这个卓秋阳从此一刀两断 然后安安分分地等着跟顾振风陈青 不要 锦轩你不能答应 锦轩 我求求你放了秋阳吧 娘 我给你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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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给你磕头 我也会也不你们磕头 我放弃你磕头 爹 爹 你们不要再逼静轩了 静轩 如果你真的这么爱着秋阳 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冤枉 被冠上小偷的罪名 永远带着这个污点儿呀 奶奶 你听我说 将来你做了少奶奶 生下孩子 今天的一切 你大概会觉得模模糊糊一点也不重要 可咱们秋阳呢 却要为今天付出代价 也许 也许流落在什么地方 能落魄潦荡 所以我这个老头子求求你三次高抬贵手吧 秋阳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他可是咱们全家人的希望 你信心我帮过咱们家秋阳 我磕头谢谢你 谢谢你呀 娘 你不要这样子嘛 奶奶 我听您的 我什么都听您的 求您帮过秋阳吧 靖萱 不要 我不准 我不要 靖萱 我给她了断 我发誓我会在你的脑子里所有的念头 可以吗 可以吗 谁说我管不了我的孙女儿 你们也听见了 她说了断 那么今天我就暂且放过秋阳 不过要是让我发现有一丁底儿 该断不断 那我就绝不留情 是是 咱们慧父子要叫她断 对 一定叫她断 走 咱们快走 秋阳 快走 靖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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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尘埃落定了 好吗 不好 靖萱的不幸福 已经是可以遇见的了 为什么你不拉他一把 难道你要他做第二个梦寒 听着 我知道刚才你在大厅上的高谈阔论 一半是为了靖萱 另一半是为了你自己意图为快 听得我是提心吊胆 心乱如麻呀 你和孟寒的事已经够叫我发愁了 想不到现在又冒出一个靖萱跟邱阳 靖萱居然偷偷地写情书 偷偷地跟人家谈恋爱 他太叫我惊讶了 你们这些孩子们哪 怎么一个个都静见些 离经叛道的路子走呢 我们一马归一马 现在我们谈的是靖萱 几个月以前 要把我跟他强迫送作堆的时候 你不是一样出面跟奶奶聚礼力争过吗 为什么现在你又不吭声了呢 那时候情况不一样 那有什么不一样 那时候靖萱不愿意屈服的理由 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他当时不吭声 原来他是情有独钟啊 情有独钟又怎么样 爱情不是一切 你得顾虑你的家庭和社会的眼光 除非你离群所居 否则就得面对现实 如果两个人的感情 是不容易社会 不容易家庭 哪怕再怎么相爱 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 这种时候 势必会有所牺牲 有所割舍 说起来很残酷啊 可这就是现实 也许将来时代会变 社会也会变 可咱们是活在现在 你明白吗 生不逢世 的确是无可奈何 可天下之大 未必没有容身之处 却是我永不后悔的错误 把门打开 小姐 吃点吧 瞧 脸色好苍白 在这儿罚贵了好一阵子 吃的东西少之又少 这怎么行呢 你别这样嘛 留的青山寨 不怕没在意烧啊 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凭两句说 邱阳也是个优秀的孩子 是不是宇航叫你来说服我的 我只是想寻求一个比较和缓的解决之道 看这一家人剑拔怒张的 实在是令人痛苦 一家人 以后别再拿正话来迷惑我 娘 您说什么呀 自从你告诉我那段惊人的身世 说什么宇航是你的亲骨肉 你知不知道 对我产生着多大的影响 多少个夜晚 我反反复复推敲着这个可能性 证实的程度有多少 多少次我暗暗观想着宇航 想从他身上找出曾家人的特征跟迹象 当他跑船出远门的这段日子里 我居然身不由主地对他思思念念 牵肠挂肚起来 而他回来的时候 我更是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瞧 你这样一息凭据微薄的话 就把我摆布成这个样子 结果 今天在大庭上他是怎么对我的 针锋相对 绝情绝义 你骗得我以一个祖母的心态来对待他 而他却拿刀子来偷我的心窝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娘 娘 我当然知道集团身世 对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您观察宇航的时候 我也在悄悄地观察您呢 可我不想逼您 我想给您时间去慢慢地接待 可是 可是 谁会想到平地里又起风波呢 不过就行为靖宣的事来反抗您 这是观念的问题 您怎么会说 是我欺骗您呢 您就是欺骗了我 他如果真是增加的骨血 怎么会如此漠视家族 怎么会如此叛逆对我 因为他被蒙在鼓里啊 我们不曾与他相认 那么他对这个家族何来跟同感呢 就凭孤绕天气 他就不该侮辱家族 无敌障备 这样一身反骨的孩子 怎么会是增加的孤绕呢 娘 我求求您 您能不能不要这样感情用事呢 对 对 我就是不要再感情用事 我要恢复立心 所以不准你再跟我提宇航 也不准他过会进去的事 娘 不要叫我 如果你还嫌我不够受伤 不够心碎 你就参加进来复立我好了 好 少爷 宇航少爷怎么 又有什么不对劲吗 老夫人不是说放过咱们邱阳吗 别慌 别紧张 没事的 我是来看邱阳的 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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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唯一支持我跟靖萱的人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还不死心啊 我不死心 宇航 帮我转告靖萱 不要为了顾全我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我情愿坐牢 我不怕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全家人辛辛苦苦栽培你 只怕你能成器 结果你就这么点出息 为了一个女人 永远去坐牢 去当一个罪犯 全家人的苦心都不值得你珍惜 被你这样的不当回事 珍惜 珍惜是放在心里面 不是挂在嘴边的 我对靖萱的爱 对你们的爱 都是没有抵触的 是你们把它变成水火不容的 你又要开始讲活话了是不是 我 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吗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梦想和希望 你们的梦想和希望 建筑在我身上 而我的梦想和希望 建筑在靖萱身上 当你们拆散我跟靖萱的时候 你们认为是拯救了我 其实你们摧毁了我 摧毁了你们的梦想和希望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求贵 你凭什么把希望跟梦想和希望 建筑在靖萱的身上 他给了你什么 他有像咱们这样的照顾你 供应你 拉把你长大的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他没有 但是他可以给邱阳一种力量 就像炭火可以让炉子发热 像流水可以让水车转动 当邱阳有新的梦想的时候 靖萱就会帮他搬砖弃墙 共同来建筑梦想 这种爱不是你们能给 只有靖萱能给 宇航少爷 这些年你对咱们很好很照顾 邱阳能有今天也多亏你帮忙和鼓励 我实在不想对你无礼 先前再真假 咱们邱阳已经有惊无险地躲过了这一劫 可你现在还来说这些话煽动他 也许你是见过世面想法新派 可你只是动动嘴皮子 咱们一个搞不好就会家破人亡啊 对对对 拜托 拜托 你就别管这件事了 是呀 是呀 你别害咱们呢 请你们放心 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们的事情 宇航 我会再来看你 不论你的家人欢不欢迎我 来 闪开一点 坐起来好好吃顿饭嘛 啊 求求你 别跟自个儿身子过不去嘛 秦萱 秦萱 秦萱小姐 秦萱 秦萱小姐 秦萱小姐 来来来 我先把他抬回房里再收 快点 秦萱小姐 秦萱 小姐 你再给你 秦萱 快点 秦萱 秦萱 x mess 秦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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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不好 咱們曾家的臉都叫你給丟禁 還好意思鬧情緒 要大夥都哄著你 也要問問自個兒配不配 像你這樣厚顏不支持的孩子 誰也不必心疼你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你像是個乖巧又聽話的孩子 為什麼突然間連鳥都不認識你 一點都猜不出來 腦袋在瓜子裡在想什麼 我知道她在想什麼 我知道她在想什麼 想跟我鬥法是嗎 張嫂 把飯菜給我哥做上 是 現在立刻給我下床來吃飯 再要刁鑽古怪 我隨時一聲令下 警察立刻就到卓家去抓人 你自個看著辦吧 這才是 才聽話嘛 我就坐在這兒盯著你吃 吃 我們姑嫂一向聊得來 你好心勸勸 開導開導她 你替我好好看著她 再要是搞什麼古裡古怪的花樣 立刻來告訴我啊 是 這丫頭 就我治得住嗎 靖軒 有什麼不可能 等你跟秋楊非不分 你就覺得 生命裡好像有什麼東西 不斷地流失 但你想到 你再也看不見 那張婚姻夢籤的臉孔 你的心也碎了 那種痛苦是持續的 你不用絕拾,他也足以令你行銷骨毀 靖雪,我懂得這種痛苦餘生的感覺 我真的懂 我真的懂不懂,我真的懂不懂 你這麼年輕,這麼無辜 你有權利享有幸福跟美好的生命 不該重告這種一再上演的婚姻悲劇 不該再把你拉緊,跟那些石頭牌坊陪葬我 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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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是有事要找你商量 那間地要是福利 你會找你,你會找你 我來找你 自己找你 我去找你 你去找你 呀 有你去找你 你吃過了 我去找你,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也去找你 你去找你 我当然愿意帮助他们 事实上 我的计划也在改变 不过不是让船票 而是增加船票 就让我们两队苦命鸳鸯 一块逃吧 你越来越异想天开了 如果你赞成他们私奔 而且会主动来要求我 帮助他们私奔 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呢 因为情形不一样 他们男为婚女为嫁 本来就可以正正当当地结合 是因为双方父母的固执己见 加上恩怨情仇的主观偏见 才活生生拆散了他们 这就他们不公平 我也未婚 你也没有了丈夫 就为了一句八股老话 猎女不二夫 所以我们之间的结合 就不正当不应该 这算公平吗 我来是跟你谈静萱跟邱阳 不是谈咱们 你只要简单地回答我 你让不让传票 救不救他 那谁来救你 谁来救我呢 咱们跟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爱情一旦发生 应该的也爱 不应该的也爱 问题是爱了以后应该怎么办 静萱跟邱阳的勇于争取 深深震撼了我 其实不用你开口 我也会伸出援手 我相信你也深深被打动了 既然被打动了 为什么不勇敢地丢开包袱 来跟我共赴人生呢 我没有被打动 我没有 我是被静萱吓住 你不知道他有多强硬 他在绝世 他在让生命流失 我不能见死不救 那你就忍心对我见死不救 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被我的父母亲一气 漂泊了一生 孤独了一生 直到遇见你 我记得很久以前 你对我说过一句话 你说做我的七小 是会很幸福的 因为我会努力地 让我的家有根 你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你唤起了我对生根的渴望 你燃起了我对生命的热情 走到今天 我整个心灵 全部的意识 只为一件事 我要为你和书记生根 如果你拒绝我 放弃我 我会飘然远去 寂寞而死 你要的船票在这 我不要你说什么话 来交换它 我不能没有你 今天就这样折磨我 求求我 是你在折磨我 我只差没把心掏住 可是你还不肯松口 是你在折磨我呀 天黄灰 我还不肯松 就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却是我永不后悔的错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轩 我知道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秦轩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轩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即练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转发 hacer通知明镜与点栏目 他是你跟邱陽的,宇航會安排一切的 他已經親口答應要幫助你們了 那麼你只管放一百二十個心 從現在起,不要再絕食,不要再灰心喪志 因為你跟邱陽都得救了 前面有光明的前途在等著你們 邱陽那邊,我相信宇航會去通知他的 你所要做的就是沉重器 內心的等候時機到來,你聽清楚了嗎? 不要害怕,英國雖然遙遠又陌生 可那邊有朋友會接應照顧你 或者我多慮 到時候,你們可能是欣喜若狂 對未來充滿了信心跟勇氣 至於家裡,一場混亂是免不了的 不過氣氛激動過了以後 也是無可奈何 等日子一長,氣也就消了 到那個時候,你們再重回家園來團圓 肯定會有那麼一天的,相信我 可是,這拳票原來是你和雨航的 現在給了咱們 那,那你們怎麼辦呢? 你又怎麼辦呢? 我必須再讓我活下去 英國的夢,你們去圓吧 你,我們去圓吧 我才能夠活下去 奈何我 已經深深陷入 在你眼底 流轉的情愁 真是我 心中最痛的痛楚 你寸邊盤旋的無奈 真是我心底激盪的悲哭 你偶然綻放的微笑 卻又遠閃耀在我心深處 明知道這是一個錯誤 卻是我永不後悔的錯誤 即使我們衝破一遍 即使我們衝破一遍 好可憐